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到气象鼠针对全台17个县市 全部几乎都发布了低温特报 除了在离岛跟台东屏东之外 很罕见几乎看到几乎全台都亮起了黄色灯号 达到寒冷等级 几乎都有10度或是以下气温发生的几率 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 出现在苗栗县公冠乡就有7.2度 嘉义市的东区也来到7.5度 都来到8度以下的低温 未来温度趋势我们带您看到 您会发现整个最冷的时间点 其实就落在今天跟明天的清晨 尤其今天清晨最为寒冷 同时您会发现整个日夜温差 可以说拉得非常的大 今天在白天台南以北 低温现在落在10到12度 在台东地区13到15度 但是高温部分您可以看到数据上面 白天北部移花可以回升到17 18度 中南部可以来到22到24度 换言之整个温差来到可以将近12度 温差大特别提醒 有呼吸道心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 以及年长者应有耳朵要特别当心 温差大的情况一路得等到周末之后 才会稍微缓和一些 但是到了礼拜一又有东北季风来报道 为了几天温度遇刺我们带您看到 明天周五清晨依然是相当寒冷了 但是到了白天将会快速地回温 各地日野温差还是很大 明天在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0度 周南部更可以上开25度 但是清晨仍然有10度以下低温发生 而到了周六投票日 白天总算回到更为晴朗稳定的天气了 只上下迎风面东北部有零星短暂阵雨 周末天气不错 但是注意到了预估到了下周一 会有新一波东北肌风南下 到时候北部东部又转为阴天有雨的天气 但是周南部影响不大 再次提醒您 这一波冷气团强度直逼寒流规模 早晨台湾各地几乎都有10度 或是以下低温发生 日野温差很大 再次提醒观众朋友 务必做好保暖 留意自身健康状况 别感冒了 来关心各地详细温度预测 我是陈鸡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